午安你好 歡迎收看7月14號的台視 五間新聞 我是吳凱文 花蓮震不停 兩小時發生了22起地震 今天清晨6點52分開始 花蓮發生了20多起的有感地震 最大規模5.2 深度5.9公里 震央多半是集中在吉安鄉還有壽豐鄉 花蓮最大震度來到5級 不少民眾都嚇壞了 有一間停業中服飾店二樓圍牆硬生倒塌 還有民宅的水泥塊掉落 甚至有派出所的天花瓣 差點要掉下來 幸好沒有砸傷人 地震發生當下 路標牌劇烈搖晃 不過花蓮大橋上一位民眾 竟還非常淡定在橋上用手機拍 完全不害怕 14號清晨 花蓮發生多起有感地震 第一起在6點52分 瑞士規模5.2 深度5.9公里 花蓮最大震度5級 規模最大 接著一分鐘後 連續發生兩次地震 震央大多落在吉安鄉和壽豐鄉 當時地震翻身 家門口街道發出劇烈聲響 連民眾家中吊燈也不斷搖晃 甚至魚缸裡的水也大力晃動 差點要灑出來 突如其來的地震 也讓不少人嚇壞了 嚇到了 很搖 不敢動 晃著 東西都吊到啞啞啞啞 吊下來 吊中 那個超過濕的 但是是不是一直來 都陣一陣 地震也傳出不少災情 像是花蓮光復街上一家亭業的服飾店 二樓圍牆倒塌 也有民宅的水泥快掉落 警方也在現場擺放三角錐 避免發生危險 另外在中華路也出現地下水管爆裂的狀況 水不斷流出來 警方到場拉起封鎖線 通知工程單位前來維修 不過地震也波及派出所的天花板破裂 差點掉下來 員警簡直嚇傻了 索性沒砸傷人 另外地震也造成亂象 有藉由把掉落的鐵片和馬達拿去變賣 光14號一天上午 花蓮就發生20多次地震 規模5以上就有3起 尤其這次規模4.5的地震震央 就在花蓮市接近米輪斷層 跟花蓮三年前的大地震 屬同一個斷層带 雖然14號上午 花蓮大小地震不斷 索性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記者陳敬葉花蓮報導